应对世界大流氓!你打你的!我打我的! 果然,特朗普又变脸了! 按照白宫刚刚发布的一个声明,美国仍将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%的关税,具体商品清单将在6月15日公布,关税将在此后不久施行。 要知道,上一轮华盛顿中美磋商后,美国财长姆努钦曾明确对媒体说,美中经贸磋商取得了很有意义的进展,两国就框架问题达成协议,同意停打贸易战。 但美国财长颜犹在耳,白宫却马上又有了小动作。感觉辛辛苦苦这么多天,一举又回到了谈判前。 不过,翻脸比翻书还快,似乎也成了现在白宫的一种常态。 以美朝新加坡峰会为例,本来6月12日举行早已确定,但特朗普日前突然宣布,这次会晤要取消。 当全世界还没话过神来时,特朗普却又表示,会晤很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。 前世纪行长,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近来也感叹说,特朗普的贸易策略,现在把全世界人民都搞糊涂了。 但兵来将党水来涂眼,中方随后的声明也亮了。 针对白宫的新变化,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深夜发表声明说, 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,但也在意料之中, 这显然有备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。 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,中方都有信心,有能力,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。 中方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。 在牛弹琴,Bear Piano,看来,几个很有意思的亮点吧。 一,请注意这个词,策略性声明。 为什么要说白宫发布的是策略性声明,是因为中方也看透了, 这不过是美国在挥舞大棒,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。 二,既感到出乎意料,但也在意料之中。 意思也很明确,美国你这一套,都在我们掌握中。 三,这显然有备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。 美国,我们可是有共识的,言而不信,不知其可也。 四,三个有,有信心,有能力,有经验。 尤其是有经验,肯定是有所指的,美国,我们是有经验的,听来相当的意味深长。 五,中方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。 美国,你还是要回归理性,意气用事,那是要坏大事的。 斗争还在继续,好戏还在后头,下一步会如何演变。 在牛弹琴,Beau Piano,看来,第一,中国不可能被吓倒。 这次中美贸易战一爆发,中国就强硬反击,一些精准制裁,更是对准了特朗普的票仓。 这迫使美方认识到,中国真不是下大的,于是双方展开谈判,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。 假如美国不在意达成的共识和默契,谈判又回到了原点,那对不起,还是那句话,打,奉陪到底,谈,大门敞开。 没有这种胆略,还就真可能被特朗普糊住了。 第二,中国也必须要有底线思维。 应该说,从一开始,中国就做好了充分准备,尤其是对于特朗普的善变,中方应该也预想到了最糟糕的境地。 哪怕是和美方达成了某种协议,中方仍保持了充分的审慎,听其言更要观其行。 从美方最近的表现看,确实是变脸高手。 当然,这也可能就是特朗普的斗争策略,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及将来中国,不排除这是美国在漫天料价,想额炸出一个更有利于美国的交易。 双方仍在斗智斗勇。 但还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,中美都是大国,都有自己的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,大棒挥舞,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出尔反尔,损害的更多是自己的信用。 只有合作,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 这也是中方这次声明所要传递的信息。 还是那句话,这个世界,他强任他强,清风扶山岗,他横由他横,明月照大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